截至目前 浪解3累计播放量已经超过了30亿 更25次拿下网络综艺日贯 等了一个星期 第三轮公园舞台终于播出 五个五人组轮番登场 星星点灯在选歌环节被挪到第一个出场 结果不仅打响了头炮 第一名的位置还从头坐到尾 这一组之所以能获得头名 首先归功于五个人风格统一 一看就有女团范儿 其次 原曲虽是一首老歌 但是改编得颇有新意 舞美和出场也很炫酷 令人眼前一亮 最重要的是 有人气王王心灵坐镇 加上阿萨 阿娇 张天爱 吴锦岩 宣票能力非其他组可比 谭维维组选到了心仪的歌曲《玉》 暗黑魔幻风表现得可圈可点 并且最后一个出场 得到第二名在情理之中 郑秀岩组分到了唯一的一首慢歌 无名的人 可以说输在了起跑线上 好在队长的人气高 最终位列第三 于文文队这回突破比较大 连张强和赵梦都跳舞了 旗袍造型也美感十足 无奈现场的浪花们不怎么买账 只能屈居第四 至于徐梦桃祖 《十一》这首歌还是蛮好听的 但是整体氛围不够炸 五位姐姐的人气也偏低 分数垫底并不意外 随着三宫正片播出 第一轮的个人喜爱度榜单正式发布 跟前两轮相比 排名发生了一些变化 谭维维以249票拿到全场第一名 继一功之后再次登顶 王心灵让出第一 以六票之差区居第二 不出意外的话 第三季的C位将在山海两位成员之间产生 郑秀岩排在第三 跟谭维维王心灵一样 前三轮公演从未跌出过三甲 俨人形成了人气三巨头 前十名剩下的人也多是熟面孔 钟心童从第九升到第四 蔡卓妍紧随其后 张天爱上升七个名次到第六 于文问小生一名到第七 八到十位分别是薛凯奇 郭彩杰 吴锦炎 再看一下其余的姐姐 许如云排第十一 唐诗义排第十二 许孟陶排第十三 朱洁静排第十四 齐熙排第十五 王子玄排第十六 赵梦排第十七 张力排第十八 胡幸儿排第十九 毛俊杰前两场排倒数第一 倒数第二 这回终于摆脱后两名 升至二十 按理说 张新义知名度不低 奈何喜爱度一直靠后 张强的唱功和个人特色 可没得说 家人里的戏腔更是寂精四作 名字反倒后退了七名 刘恋黄义分列二十三二十四 阿雅以五三二票 尴尬垫底 其中刘恋排名倒数 着实令不少网友和粉丝一难评 毕竟刚凭借梦中人火出圈 结果这么快就被淘汰了 学历高有才华性格好 不可否认 留恋确实是本季的宝藏姐姐 只能归咎于二宫播得太晚了 如果敢在三宫录制之前播 以她现在的人气 相信会是不一样的结局 三宫已经结束 四宫也录完了 七月四日将录制武功 哪些姐姐能进入总决赛 即将揭晓 而对于所有人来说 无论晋级与否 能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作品 得到观众的认可 才是最重要的